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须两层镜的修为 只怕一落入魔器内 便要被魔化为魔人的一份子 万无幸免的道理 秦玉却明嘴一笑道 我既然有这个提议 自然有应对的方法 什么方法 杨开和段元参都惊意不定地朝他望去 借助阵法 秦玉微笑道 独自行动肯定是不行的 但若是能借助阵法之力 将数个道元进强者的力量连接到一起的话 未必就不能在魔器之中畅行自如 邪阵 阳开眼前一亮 段元参若有所思地望着秦玉 呵呵一笑道 大侄女 你就别卖观测了 有什么好阵法 跟段叔叔说一说 若真的可行的话 段叔叔必定尽你手工 段叔叔 阳开一脸黑线地望着段元参 她忽然发现这位段成主也是极为不要脸的人物啊 按她的辈分是与秦朝阳平辈论交的 秦朝阳是秦玉的爷爷 段元参自然也就是秦玉的爷爷被人物了 她这一生大侄女和段叔叔平白地就把自己的辈分拉下来一劫 改天见到秦朝阳 恐怕也要改口喊叔叔了 不知道段叔叔有没有听说过 玄武七劫阵 秦玉微笑地问道 美眸盈盈 玄武七劫阵 段元参文银 眉头一皱陷入了沉思之中 忽然 她脸色大变 低喝道 两万年之前 冬月大宗玄武宗的秘传阵法 她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眼珠子都快瞪爆出来了 好似这玄武七劫阵是什么不得了的玩意儿一样 阳开在一旁听得好奇连连 也不禁朝秦玉望去 想知道其中的秘心 秦玉府长笑道 段叔叔果然是见识渊博之人 这玄武七劫阵 确实是两万年前 冬月大宗玄武宗的秘传阵法 段元参陈声道 传闻玄武宗因宗门之名 开罪圣灵玄武 玄武一怒 自东海掀起无边浪潮 冲击玄武宗总舵 一战之后 玄武宗上下死生无数 不过内战后 宗内又不是奇才借助玄武之位 参悟 大道秘术 得以法阵 命为玄武七劫阵 百年之后 玄武再度来袭 玄武宗上下借助此阵 竟与圣灵玄武打得旗鼓相当 并且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 将玄武击退 令之重创 说到这里 段元参深些了一口气 一连气色道 此事虽然是两万年之前的事 但被圣灵盯上却依然安然无恙的宗门 举世间可不多 玄武宗之名也广为流传 本城主知道就不足为怪了 诶 段叔说懂得就是多 秦玉抿嘴娇笑 笑颜如花 段元参苦笑一声道 我懂得再多 也急于不上你呀 两人一人一句地说着 迎开在一旁却听得目瞪口呆 圣灵玄武 那可是与上古真龙 天凤同一等级的存在了 乃是世间最强大的圣灵之一 除非真龙 天凤这样的存在出手 负责谁能是他的对手 可是玄武宗竟然只凭借一套法阵 就能将玄武击退 可见那玄武七节阵的威力如何 不过玄武宗也够倒霉的 只是因为宗门的名字原因就被圣灵给盯上了 这只能说创始之人考虑的不太周全 竟敢以玄武命名宗门之名 那玄武宗如今怎样 杨开好奇地问道 段元山奇怪地瞧了他一眼 说道 被圣灵盯上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据说圣灵玄武在第三次来袭的时候 带了一群徒死徒孙 玄武宗虽然又不是大阵 又如何能抵挡住那一群圣灵的围攻 自然是覆灭了 这么惨 杨开惊呼一声 哼 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段元山却是不以为意 自那之后 这世上就再无宗门 敢用圣灵之名命名了 他转头看向秦裕 黑黑一笑道 不过宗门虽密 但据说玄武宗有一些弟子 却侥幸逃生 携带了不少原本属于玄武宗的秘书出来 其中就包括了玄武七杰阵 秦玉文言称道 段叔叔何必套人话呢 我秦家祖上确实是玄武宗的弟子 玄武七杰阵也正是从祖上传下来的 不过当时祖上学习道的也并非是全套阵法 玄武宗在传授弟子们这套阵法的时候 都是各自传授一部分 由七人合力组成 每个人只负责自己那一份而已 段元山文言顿时傻了眼望着秦玉道 这么说来你手上并没有完整的玄武七杰阵 他不禁涌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毕竟若无那种不是奇阵的话 到炎镜之中根本无人敢擅闯魔器封锁 除非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有是有 只不过跟原版的不太一样 秦玉微笑道 此话怎讲 段元山问道 秦玉道 我秦家祖上也算是个不俗的人才 他虽然只学习了七分之一的阵法 但在平日里 时常与宗门师兄弟熟悉演练 所以对其他部分也都多少有些了解 玄武宗覆灭之后 祖上逃到南狱 耗费后半生精力 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所掌握的阵法知识 将玄武七杰阵补全了 不过祖上也说过 以他之能 所补全的玄武七杰阵 只是庸裂之物 根本无法与原版相提并论 你叫祖舍 什么修为 段元山问道 帝尊两层镜 秦玉傲然道 段元山顿时倒吸一口凉起 帝尊两层镜的境界 即便放在玄武宗那样的大宗门之中 也是为数不多的精英了 或许还能担任一些诸如执事之类的要职 可是 即便是以帝尊两层镜的强大修为 也没办法将玄武七杰阵原版复原 可见这套阵法有多么深邃强大 阵法虽然不如原版 但我想应对眼前这局面应该足够了 而且比较容易上手 若是不考虑更多的因素 单是用来防守的话 绰绰 五链巅峰 个案元山文言深吸一口气道 若真要如此行事的话 还需通知一下秦兄才是 毕竟秦朝阳才是秦家管事的人 若是真要动用玄武七杰阵 也必须得得到他的同意才行 这套阵法应该算是秦家最大的财富了 若非逼不得已 谁愿意将这样的阵法公之于众 段叔叔放心 我已经跟老祖通过信了 老祖即刻便会赶来 秦遇到 说话间 他似有左杆的扭头朝一旁望去 微笑道 这就来了 远方秦朝阳一脸肃然地飞驰而来 落到阳开和段元山面前 略一抱拳 段元山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道 秦兄 具体情况我也不多说了 想必玉儿已经将一切告知于你 如今要动用你秦家的玄武七杰阵 不知你意下如何 事关凤陵城安危 我秦家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此事我同意了 秦朝阳沉声道 啊 段元山听得一乐 一脸诧异之色 似乎没想到 秦朝阳答应得如此爽快 导致他准备好的劝说之词 完全没了用武之地 他与秦朝阳也打过不少交道 知道对方虽然不是什么小气阴险之辈 但也不是好说话的人 尤其是这事还关系到秦家的最大财富 他本以为秦朝阳会推诿一二的 想了一下 段元山苦笑道 秦兄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吧 若是不过分的 段某一并答应就是了 秦朝阳黑黑一笑道 段城主说的这么境外做什么 大家都是在枫林城讨生活的 枫林城有难 我秦家自仁义不容辞 责无膨贷 你再废话 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既然城主大人如此恳气 那老夫就勉为其难地提点要求好了 秦朝阳一脸无奈的模样 一副辈逼凉为娼的悲愤 段元山看在眼中 恨不得一拳揍他个满脸开花 此节过后 老夫要接管秦家的所有产业 秦朝阳脸色疑速沉声道 段元山眼帘骤然眯起 说道 秦兄不怕胃口太大 撑坏了肚子 在枫林城之中 除了城主府象征最高的权力和威严之外 所属家族之中 江家的势力最为庞大 也是最大最强的一个家族 如今江家人自作自受 勾端战力全军覆没 全都被魔化成了魔人 所属的产业和资源自然全都成了无主之物 眼下枫林城被魔器和魔物围成 其他的家族和老祖们 还没有什么心思去争夺江家的遗留之物 只是在齐心协力抵抗摩羯 可一旦等到此事过后 只怕就要撕破脸皮 抢个头破血流了 那么大的一份家业 任谁得到都能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势力 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对江家遗留下来的产业 城主府方面自然也眼红得很 可现在秦朝阳一口 并要将其完整地吞下 即便段元山已经做好了秦朝阳 会狮子大开口的准备 也有些承受不了 且不说他本身并不是太愿意答应 就说丰陵城中 其他家族也不会同意这种无稽的要求 秦朝阳闻言一笑道 胃口大怕什么 这不是有段城主替我秦家这封党语吗 你连我城主府也要算去 段元山神情顿时悲愤起来 秦朝阳呵呵一笑 段城主说的哪里话 只不过如今我秦家是微 想借城主府的威名 白白威风罢了 毕竟若是没有段城主的话 我秦家也吞不下那些财富 你这老匹夫 段元山登场骂开了 怎么说话呢 身为一城之主 还要没有一点尊老爱有的美德 秦朝阳一翻白眼 扭头望向阳开道 阳小兄弟 刚才段城主骂我 你可听得清清楚楚了 老夫很生气 会折瘦的 这事我要跟他没完 你们聊 我先走一步 杨开见此 连忙便要顿走 这两人扯皮 他可不想把自己也牵扯到其中 他只是封灵城的一个过客而已 开玩笑 开玩笑 秦朝阳一把拉住了杨开的胳膊道 杨小兄弟可别急着走啊 真要结成玄武器结阵 还需要小兄弟处理才行 我也有份 杨开眉头一皱 秦朝阳笑道 史财玉儿应该也说过 这玄武器结阵 需要由七人联手施展 才能一线圣灵玄武之威 我封灵城道远镜强者数量不多 小兄弟自然是要算上一个的 杨开想了想 看守道 好 那就算我一个 他对那玄武器结阵 也是极为好奇的 若是能够学到这种 不是奇阵 对他也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见杨开答应下来 秦朝阳神色一喜 再次望向段元山 说道 秦主大人 秦某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不知道 你考虑得如何了 段元山神色凝重 沉声道 秦秀 我秦主府在封灵城 虽然是第一势力 但你也知道那些老家伙们并不好惹 这种反重怒的事情 秦主大人神通盖世 实力超群 关系通达 还怕了那些老家伙 秦朝阳文言一笑 摇头道 老夫不相信 段元山 眼帘一缩 沉声道 好 那就 依你所言 痛快 秦朝阳大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就请成主大人 安排七人出来吧 由老夫和玉儿 一同 教授玄武七节大阵的 节阵之法 一个时辰后 我给你答案 段元山沉声道 秦朝阳这才点点头 朝阳开打了个眼色 带着他和秦宇 飞驰雷去 不大一会儿 三人便返回了此前 秦朝阳负责防守的城墙处 到了此地 秦朝阳忽然神情疑速 立刻阳开一枚欲见 说道 阳小兄弟 这里面记载之信息 你自己参问完之后 请立刻回去 若有不懂之处 只管询问玉儿 在修为境界上 他虽然远不如你 但在阵法之道上 他或许可以 解惑一二 杨开神色一动 接过那欲见道 秦姑娘阵法之术之精妙 我已经有所领略了 说话间 他将神念 沉入那欲见内 粗略一扫 神色微变 惊疑地抬头望向秦朝阳 说道 秦老先生 你这是 玄武七节大阵 是由七人联手施展的 登年玄武宗 为防止这不传秘阵外信 所以给每一个弟子传授的 都只是阵法的一部分而已 七人合力 才能演化出完整的大阵 杨开本以为 秦朝阳给自己的 也会是七分之一 但此刻看去 却发现 那欲见之中 所记载的 竟然是完整的 玄武七节阵的 节阵之法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